還不到中午 宜蘭市中山公園廣場就擠滿人潮 排隊準備要領取八重山西關廟的愛心便當 廟方人員也到場發放號碼牌 來維持秩序 有多多便當 我們有多多便當 我們有多多便當 謝謝 感謝 感謝 來 感謝 先生 謝謝 感謝 謝謝 八重山西關廟主委林阿飄說 廟方為了推動公益慈善 本著取之於社會 用之於社會的理念 每逢農曆初一十五 都會訂製上百個便當 到宜蘭市中山公園來發放 讓弱勢朋友有熱騰騰的便當可以享用 就是我們宜蘭北中山 我們社官廟 我們先做 告訴大家要來做這個 我們要選擇 選擇團 選擇十五 我們決定要來做 想做 想做 想做交代 西關廟的善行議舉 也獲得議長 宜蘭市長 市民代表會主席 以及縣議員的認同 今天中午前來協助發放便當 並且呼籲各界踴躍響應 共同關懷弱勢朋友 每一家月攜一十五 都來發放愛心便當 讓我們社會充滿溫暖 讓我們的城市更有溫度 我想這個就是我們民間企業團體的一些善舉 我希望善的循環能夠繼續 公私協力 大家一起創造美好的城市 非常感謝我們北中山西關廟 可以有這麼好的成績 來送到我們的便當 來給我們這裡的民眾所使用 也希望這個活動 可以繼續進行進行進行基盤 學習 認同 效法 謝謝大家 所以說今天特別來 找十五 花旺 新三便當 愛心便當 就是要幫忙所有的 歴史的族群 讓他們能夠吃的肉 穿的衣服 先我給他們 先我美鳳 台灣最美的是我們人情味 非常感謝我們的 西關廟八重山 在我們初一十五 發放我們愛心便當 特別是在我們今天中秋節 送上暖暖的愛心 八重山西關廟 確定採摩 愛心便當 讚 宜蘭新聞記者 賴福欣採訪報導